鮮豔幾何圖形配上藍色瓷磚 陳小姐拍下烏茲別客特色建築 旅遊心情卻一團糟 全英六月參加網紅所族旅行團 卻是噩夢開始 出發的時候一直沒有收到我的簽證 所以我是在機場 要check in的時候才打電話 請他把簽證傳給我 然後有一些團友是因為 簽證資料有錯誤 在出入境的時候 其實就遭到滿大困難的 陳小姐去年經團友推薦 報名張姓網紅團主旅遊團 從烏茲別客到吉爾吉斯 二十四天旅費十四萬 行前身只有四五人 陳團卻發現有十四人 而網紅遭控 喬立民目說巧費若不給 就出言恐嚇 對女團員肢體接觸 甚至在回國時扣押旅客簽證 那因為他自己一個人先入關 然後把我們四個人丟在後面 就帶走我們的簽證 非常drama的去跟海關 表示說這個壞人偷了我們的東西 我們回台灣要告他 那種這樣控訴 才讓海關通融我們 陳小姐透露旅途時 有團客遭到攻擊 向申請保險理賠 張姓團主才說 不是旅行團沒保險 甚至連導遊領隊執照也沒有 事情發生之後 這個團友跟他要旅遊團保 因為他需要回台灣申請保險 那他才說 我們這個不是旅行團 所以沒有團保這個東西 陳小姐訴諸法律途徑 畢竟網紅團主 沒領隊執照帶人出團 恐怕已經設法 面對指控張姓團主已經關閉 臉書截稿前未得回應 不過觀光署回應 未領取營業執照經營旅行業務最高可處 五十萬罰還 三星我留意張書函 探索報道